南韩天团Super Junior昨天是第三个晚上在台北场 上万名热情粉丝挤爆现场 他们不断挥舞手上的蓝色荧光棒 为远道而来的偶像加油 而Super Junior也以竞歌热舞和酷炫的舞台效果回馈歌迷 四天行程估计海捞1.5亿台币 Super Junior9名团员一字排开 一开口就让粉丝陷入疯狂 从Rap到动感十足的舞曲几乎都是他们的招牌 让上万名粉丝为之疯狂 开下一片蓝色荧光棒牌 舞台中央还有十公尺高的巨型荧幕 再加上华丽的灯光效果充分展现天团的气势 四天唱下来加上周边商品收益 估计至少赚近1.5亿台 新唐人力亚太电视综合报道